24小时不中断 这最粗是老银长的冤亲债主要求的 鬼神听啊 不放这个录像带呀 不要听 人听鬼也听 晚上人不听鬼还是在听 说老实话了 很多鬼比我们人紧紧的 我们人将来会剁山徒啊 那些鬼度生气放极乐世界 为什么鬼太苦了 急着想历苦的路 人为什么不想去玩生呢 人现在这个生活尤其在新加坡 过得还不错 他还不想走 所以将来的结果啊 人不如鬼 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你要想广解法云 现在是真能结 如果你家里面条件许可的话 你的家里头专门用一台电视机 24小时播放奖金的录像带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供养失控 罚戒一切 幽灵戒众生 后你的法源广大 你跟人没有缘 跟鬼又缘 他们都来 多来看 多来听 你用一个录音机 或者现在的 现在有念佛机 很好 那个念佛机 24小时不中端 念佛 十十多多 幽灵戒的众生 跟着你念佛 你不要怕 这样一来的时候 我不是把鬼都找上门来的吗 那得了啊 没错 鬼又会 很多很多 都在你家里 都是你的护法神 为什么呢 他受你的恩德 你不播放奖金 他没经厅 你不播这个念佛的录音的 这个念佛机 他会把念佛忘掉啊 你这样做 你是幽冥界鬼神的大恩人 他们知恩报恩 现在每一个人家庭都是做 不过你在家里做呢 你要征求你一家人同意 为什么呢 你的晚上 这个念佛机 诺音带在这开的时候 吵在你家里 人不能睡觉 他们提出抗议 这就麻烦了 一定要懂得到 如果家庭里面房间多 用一个房间做佛塔 你开放的时候 声音小一点 没关系 一定 一定要有声音 我们将来成佛 那个光明就不亚于阿弥陀佛了 这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希望 阿弥陀佛决定 阿弥陀佛决定不希望我们的成就不如他 那你就错了 正如同父母对儿女的希望一样 哪一个做父母的我希望儿女将来的成就超过自己 你们就想想 现在的老师 那我就不晓得 从前的老师 唯一的一个希望 希望学生成就超过自己 那是老师的成就 下一代要不能超过我们自己这一代 什么成就都谈不上 中国有一句言语所谓的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个后诸位阿基督 不是说你有后代 不是这个意思 后代要超过我们这一代 这讲后 这是大死 所以对后代全心全力去教导 去辅助 他们的成就超过我们自己这一代 这做父母的心 做司长的心 所以为什么司长 大家那么尊敬 正是正是总到把司长的恩跟父母的恩看成平等 道理就在这一代 道理就在这